那老花鱼又来给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养花的一些成果和总结的经验 这个呢就是柠檬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柠檬苗呢现在像一个小树状 对吧 有的话说你这怎么做到的呀 像后面我们这种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会长得没有那么高杆 而且呢 这种分岔的话可能每个人的审美不太一样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主要的什么事呢 如果说大家留的杆很长 你不及时清理到下面的这种叶片的话呢 它是很难从上面发很多的侧枝起来的 所以说做棒棒糖啊 一直跟华尔美说你把头掐完之后呢 留到自己想要的高度之后呢 把下面的这种老叶及时的给它清除了 它会集中精力来长上面 你看就会成这种小树状 又或者是这种小树状看到了吗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留的很短的话呢 像我们这种下面的叶片不清理呢 上面也会分侧芽 它分的很少 就是它的一个形态呢 可能就没有这种的一个棒棒糖明显 但是这种呢也是一种棒棒糖 它不过会长得比较矮 它的枝条会粗壮 这个呢枝条会很多 它对于后期的肥料以及养护 可能费更大的一个心思 也就是话我们自己揣摩一下哈 我给大家分享了这么点事 也是我们的一个成果 另外呢明年这些个呢 我们就可以陆陆续续出货了 挂果的话估计要等一年左右吧 今年是够呛能挂果了 等到明年再说了 也是一个关于柠檬的养护 有的话说我不剪会怎么样 不剪也可以的 我们后面就没有剪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些个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进行修剪 也没有进行换盆的 也就是说 我们要等到换盆的时候 把下面的这个老叶子呢 会揪掉 像这种 哇 这个柠檬的气味是真的香 好解压呀 把下面的揪掉 然后呢 我们会把上面的这个给掐掉 然后呢 它就会从这个位置长起来很多的侧牙了 然后我们也会进行换盆啊 有的话我还是问换不换盆 你看根系 根系如果说长得满满彤彤的就换 我们这个还不着急换 在有上一个月 两个月的再换也不着急 所以说 要不错记得点关注吧 老花一是每天给大家分享干货喽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在一 白了特宝 嗨 嘿嘿